那国民党提出啊 公职人员选罢法的修正草案 那民进党立委 质疑啊 自肥 他们到底想些什么 徐宇珍他在大罢免时代开启的时候 之前就已经提了 罢免的得票要超过当时你的得票 才算罢免成功 如果少数民意可以否定多数民意的话 这就是民主的漏洞 那我们今天在委员会 也不过就是讨论啊 为什么你要没收大家讨论的权利 全部给你讲就好了 你们要怎样就怎样 民主就是民进党做主啦 如果说你真的增加这个门槛的话 那就变成鸟笼罢免啊 甚至说一定要附身份证嘛 当然要有一定的审核机制 但是你不可以让他门槛高到 大家都不敢去做 现在目前现行的罢免 有的人就能过 有的人就不能过 就看你的造化 你就是好好经营地方 会对你比较好 因为累积仇吻值并不好 你知道吗 最近有一个新闻哦 他表题叫做 不是业园之 第一名是他 然后他就讲台中的某一个立委 罢免的声量最高的是他 不是我就不是我 你瞎你邪我干嘛 哈哈哈哈 大家一直把我跟罢免两个字持在一起 实际上我还有很多标签 问证优质 服务情况 颜值歌声好